好,二選一的題目,典型 一是在香港讀,一是在美國讀 今次他選了在美國讀,Course of Studying in USA 是會增加的 什麼時候去美國的Course會增加呢? 三樣東西,第一,一定是Other Things 今次的題目給了二選一你,一是美國,一是香港 選美國的Other Things就是香港 有沒有改變,第二,有沒有給多錢 第三,有沒有給多時間 好,我們來看看這條題目 第一個,不是答案 因為今次是去US的Scholarship增加了 去US多了選,多了獎勵 那當然是正啦,這就令到US的Value 增加了,但不是影響它的Opportunity course 因為在香港讀書的選擇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答案 好,然後B,也不是答案 為什麼呢? 是香港的Tolution Fees增加 沒錯,的確是Other Things 不過因為要給多了學費,令你在香港讀書 沒有那麼好,總回報是低了 因為你要給多了成本 所以就令到Opportunity course decrease 不是increase 好,然後到第三,也不是答案 因為它說香港become less competitive 香港畢業生沒有那麼好競爭力 當然,關於Other Things 不過是差了,不是好 令到Opportunity course跌了就不是升了 好,我們來看看最後這個一定是答案 為什麼呢? 香港整個Training standard是提升了 這個是說Other Things 是香港study的一些東西 而提升了,即是說好了 所以Opportunity course 它在美國讀書 分裂了一個更好的 一個閱讀的地方 學習的地方 所以自然 course就會高了